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2月13號 早上10點半 這影片是錄第三次 為什麼錄第三次呢 因為 後面還有一個專武的東西 我覺得值得討論 這影片起源是說 我在凌晨錄了一個戰力詞的那個影片 就是說生命之數有隱藏戰力 那當時有網友就是說看裝備狼 這個K數啊 因為我在現在這個影片是2085了 因為當時我在上一部影片 我在後面的時候我有直接上場那個 是在推30-60的時候 我測試單隻女妖是20 33K然後羅萬2037吧 然後羅萬是2061 所以說看這個裝備欄的話 就是說哈達人去找羅萬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裝備欄的K 值不值得參考 好 那影片直接就這樣開始說明 目前女妖是2085K 好 羅萬是2033K 然後我們再進到牛曲夢境 好 我們確認一下 女妖是13811 然後羅萬呢 12893 OK 所以這樣打的話 應該會去找女妖沒問題了吧 因為那個裝備欄跟這個戰力 跟那個進去看的戰力都是羅萬比較低 去找雙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直接重開遊戲 2142K 剛剛忘記考慮雙子 所以雙子的那個戰力值2142K比女妖的2085還要高 好 那難道是這邊就可以直接看了嗎 好 那再弄這個 好 女妖是2085 然後再弄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生命之數的那個等級 然後我們現在把那個雙子的那個 神器拿掉 我等一下我會把那個雙子的衣服穿上 好 我們看一下生命之數 現在生命之數是這個樣子 稍等一下 太快了 好 看一下生命之數 好 這是生命之數 那現在的生命之數啊 我的那個等級是輔助是20級 法師是零級 零級差很多 然後零級的法師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技能差多少 這是主遊戲畫面有些小 零級就是什麼都是零嘛 然後20級的話他的生命只有6.8% 攻擊力有6% 防禦力有6.4% 然後這邊還有再加一些東西 好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 站回來看 所以我是輔助20級 法師是零級 那誰吃到輔助呢 就是在剛剛的戰鬥上會有三隻角色 女僕 羅萬跟那個雙子 那誰吃到法師呢 當然就只有雪米拉一個人 我是說剛剛那場戰鬥了 光法也是屬於法師 好 我們確認一下那個生命之數 剛剛是輔助20級有沒有錯 然後我本來是要開打了 但是 等一下 開打之前我們再確認一下好了 好 為了怕脫太光喔 脫太光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所以我又把雙子穿上去 穿上去之後雙子是2042 2042 然後女妖還是一樣 好 雙子我現在重新穿上2042 我剛脫了一個鞋子 可是我後來我又把他穿上去了 然後女妖是2085 然後雙子是2042 OK 然後就這樣 女妖是2085 好 再三確認喔 然後羅萬是脫光光2033的狀況 然後他回去找誰呢 他又回去找了羅萬 也就是說雙子是2042的時候 然後 羅萬是2033的時候 女妖去選擇找羅萬 反正不管怎麼樣都比2085低 但是他就是不找 不找女妖 他那個女夫就是不找女妖 然後我們再重新看遊戲 然後再確認一下所有角色的狀態 OK 羅萬是2033 脫光光 然後女妖 2085 然後雙子是2042 OK 原本我的影片只有錄到這邊喔 但是我發現為什麼 為什麼女僕他 他不去找雙子 而去找羅萬呢 因為他們兩個同事輔助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遊戲的目前的遊戲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般324集的時候 羅萬跟雙子的差異 324集的時候 羅萬是2033K 羅萬是2033K 我們看一下雙子 2042K 再看一次 脫光光的羅萬 2033K 然後 那個有穿衣服的雙子 2042K 然後 這裡是324集 然後我們再來看那個留取夢境 好 因為次數不夠 我要花50轉重置喔 OK好 扭取夢境的時候 我們的角色變成480級 我們來看一下羅萬跟雙子 好 羅萬是12893K 那我們看雙子 12367K 好 在扭取夢境的時候 羅萬的那個戰力變成比 雙子高 那在一般戰鬥的時候 324級 羅萬比雙子低 所以我在想 這個影響就是在那個專武上的加成 我現在羅萬偷偷光光了 但是他的專武是加30 專武加30的時候 生命這個攻擊的百分比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的雙子是多少 羅萬二星嘛 雙子一星 所以差不多嘛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雙子的這個專武 喔 雙子的專武加25 他是生命攻擊加防禦 可是我在想啊 就是因為說他的專武沒有到30 所以那個 一定還是羅萬的那個那個百分比比較高嘛 那百分比的話 你等級拉上去之後 那個數值就會拉開 所以就會導致說 你現在看那個324級的時候 兩個人的戰力 是2033K 跟 2042K 雙子贏 那你進到扭取夢境的時候 進到扭取夢境的時候 等級被拉到480級的時候 羅萬變成了12893K 然後雙子變成12367K 就變成是羅萬贏了 從這邊可以知道說 專武會影響這個戰力值 然後拉到480級之後 專武的那個趴數就會拉得更開 那另外 這邊也可以證明說 專武的那個戰力 是會顯示出來的 所以說 最後結論就是 圖書館的生命之數 這個東西 它戰力值還是被隱藏的 那不知道我這樣子測試有沒有錯誤 然後歡迎大家討論 那希望這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阿貼 那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